给狐狸安霜大长腿是什么模样? 动物中的大长腿 食肉动物却天生吃素 你对这种动物了解多少? 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很多国外的人 更是对它们相当的喜爱 但是你知道吗? 它们其实原来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 属于食肉木 但是对于它们来说 竹子却是非常好的一种美食 因此它们现在的食物 基本上就是竹子这一类的植物了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和它们很相似 明明也是食肉木 长相看起来也不像是吃素的 但是它们却非常的偏爱植物 它们的名字就是棕狼 若是第一次见到它们 首先一定会被它们的外表吸引住目光 毕竟它们的腿实在是太长了 至于它们的长相 其实看起来更像是狐狸 就像是一只有着大长腿的狐狸 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个长相 却起名为狼呢? 这主要是因为基因研究的结果 结果表明 它们与狼和狗同属于犬科 完全和狐狸不沾边 除此之外 它们这种动物 也不想狼和狐狸的分布那么广 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它们只生活在南美洲 并且其中的90%都在巴西生活 一些树木较为稀疏的草原 以及灌木丛 经常会看到它们的身影 它们在当地 可以算是最大的一种犬科动物了 它们身高能达到0.7米 身长则一般在1.2到1.3米之间 不像大多数时候见到的灰狼 它们的颜色主要为红棕色 看起来很像是赤狐 所以不怪别人觉得像 它们除了腿太长这一点之外 其他的部位真的和狐狸非常相似 另外在它们的身上 还有一些可以竖起来的棕毛 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能够将其都竖起来 从而达到震慑对方的目的 给狐狸安霜大长腿是什么模样 动物中的大长腿 食肉动物却天生吃素 说起来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它们虽然是食肉木 长得也像是爱吃肉的家伙 但是它们确实是指喜欢吃素 也正是因此 它们的全尺基本上都已经退还了 但是它们的嗅觉还是很出色 另外它们的耳朵高高地耸立起来 并且还不小 又大又尖地 看起来非常的威风 除此之外 也带给了它们非凡的听力 前面我们也说了 它们身上基本上是红棕色的毛发 但是在它们的脖子 一直到后背的区域 长有一六的黑色棕毛 非常的坚硬 其实它们的名字 由来也正是因为这个部分 除了这个部位有一些黑色之外 在它们的大长腿上 其实还有一部分黑色的毛发 就在四肢的下半部分 看起来就是穿着黑色的袜子一般 非常的醒目 说到它们的腿 有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们走起路来 基本上都是顺管人 它们往往同一侧的前脚 和后脚都同时的向前脉 看起来可能比较滑稽 以及不协调 不过若是不这样走的话 那么它们的脚是很容易打架的 重心不稳的情况下 容易摔倒 但是要知道 走猫的腿其实也算是很长的 可它们看起来 却更为协调和健美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却有些弱不禁风和呆呆的 事实上 它们的硬件条件 比起其他的犬科动物来说 确实是比较差的 研究人员曾经对它们做过研究 表示若是在体虫相等的情况下 它们无法与任何一种犬科动物相抗衡 但这不代表它们的大长腿 就完全没有用处了 要知道正是因为 它们的大长腿的存在 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 在草原或者是一些低洼的地方 快速地行走 给狐狸安双大长腿是什么模样 动物中的大长腿 食肉动物却天生吃素 棕狼和我们熟悉的大熊猫一样 它们虽然同属于食肉木 但是都对肉食没有什么兴趣 棕狼的食物 主要都是一些水果 或者是植物的叶子 就比如说香蕉和番石榴 就很受到它们的喜爱 最早的时候 人们曾经在动物园中饲养过它们 它们认为既然叫做狼 那么就是一定要吃肉的 于是就开始给它们喂肉 没想到这一行为 直接导致它们因此生病 但是也不是就证明 它们完全就一口肉都不吃了 有的时候 它们其实也是会吃一些 鼠类之类的小动物的 这样能够补充一部分的蛋白质 你知道吗 当地还有一种水果 因为颇受它们的喜欢而得名 就是巴西狼果 事实上 这种水果的味道并不怎么样 甚至还极为苦涩 因此很少会有动物去吃它们 至于松狼为什么会吃它们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这种果子里面 含有一种特殊的元素 可以帮助它们将体内的毒素 都排到体外 因此它们就对这种果子 格外情有独钟 另外很有趣的一件事是 狼果能够茁壮成长 其实也少不了它们和一种 叫做切叶椅的动物的帮助 在它们的配合之下 就会将那些没有完全消化的种子 到处丢弃 这样也能顺便帮助它们开枝散叶 总之就是互利互惠的关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